大唐秦王李茂珍 人名宋文通 因护唐喜宗有功 拜五定节度使 并次名李茂珍 这是李茂珍的陵墓 是我国唯一已发掘的 帝王帝后合葬陵 150米长的神道 两旁有34尊石像 我们可以看到 有些石像毁坏了 这里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 蒋介石在 难免就是这个方向 修了一个陵园机场 当时呢 曾经把这里的石料 也用了一部分 这个墓呢 早前据石料记载呢 占地220亩 但是经过战乱 以及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呢 毁坏什么的 大概是现在剩下80亩了 依然可以显示出来 当年的辉煌的气势 真的是堪比帝王陵 大唐秦王李茂珍的墓 有众多的未解之谜 今天我们就来带大家全面的解析下这个未解之谜 这是李茂珍的地宫啊 这是第一道门 它门上面是有一个珠雀 这个门呢 早以前已经塌方了 这个是复制的 我们接着往里走 这个就是李茂珍地宫的墓道啊 长是120米 然后深是20米 大概是七层楼高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啊 左右两边 这各有四个 这个叫门关 就是看家护院的意思 然后在这里呢 这有神仙啊 这面六个 然后这面也是六个 然后神仙呢 旁边有12生肖啊 像这个生肖是鼠 它是拿在手里的 然后下面这个是 大概是庭院的意思 上面呢 则类似于小看 这个动物是在这个旁边 这应该是个羊 再往里走呢 这块是一块斜坡木道 斜坡木道呢 这个土是用夯土做成的 也就是鸡蛋跟糯米的一些混合物 这个至今已经有一千多年了 这个土的木道 然后呢 咱们再说一下这个夯土的特点啊 夯土呢 就是在盗墓贼 如果说它洛阳产 挖出来的是夯土的话 那说明它就中大奖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夯土 只有在古代贵族 或者皇族才可以使用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斜坡木道 两旁的这种图啊 然后东边是一条青龙啊 但是现在这个图已经 看得不是太清楚了 然后呢 西边是一个白虎 沿着这个斜坡木道 我们继续走啊 这里面总共有五个儿史 五个儿史 我们先来说第一个儿史啊 第一个儿史 这边是战马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战马啊 这里面有好多人来这里投钱啊 这个战马呢 其实是属于帝王级陵木 才可以使用的 显然这个秦王来这里已经超标了 然后对称的这边也是战马 咱们继续往前走呢 这第二个和第三个 这相对的咱们就不说了 这一个是唐三才 一个说的是唐朝的音乐 然后咱们重点说一下后面这两个 因为这个关系 后面这两个关系到 唐朝女人是否以胖为美 这个说法啊 许多人说唐朝的女人是以胖为美 但实际上呢 第四和第五这两个儿史呢 说明的情况啊 与记载的确实不符 这是第四组儿史 我们从这几个女人就可以看出来啊 因为早前有一说 说是唐朝的女人是以胖为美 而实际上呢 这个是现代人的说法 也是推测出来的 而我们从这个可以看出来啊 它最多只能从人物的身形比例来看 最多是以 唐朝初期是以瘦为美 而唐朝中后期呢 是以丰满为美 因为我们从身材的比例就可以看出来啊 这是第五个儿史啊 很不习惯啊 这个叫儿史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里不叫小看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里面有奇特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说它这个唐朝女人的头发啊 看见很多 其实实际上呢 跟现代人的头发差不多 只不过它是在外面又裹了一层假发 然后它的真发是包在里面的 这个有关假发这句说呢 是在汉朝就已经开始了 这个是有记载的 前面我们继续下这个台阶啊 然后 刚下台阶这块呢 这是有两个正墓兽啊 然后我右手边的呢 这个呢 是尸头正墓兽啊 这个跟我们在那个 为贵妃墓见到的那个双头正墓兽 是一个道理 就是用于守护墓主 其实说白了 意思就是吓唬盗墓贼吧 从斜坡墓道下来呢 这儿有个门框 这个门框是后来建的啊 咱们说一下这个地方 这是秦王陵的地宫 第一道防盗程序 这以前有 有一个分盟石 很多的石块躲在这里 因为这个石块 只要抽掉一块 整个就会倒下来 咱们接着来说第三道门啊 这个门相当重要 为什么呢 也是一道防盗的手续啊 这个门楼显得气势灰弘啊 非常的漂亮 但是呢 这个门楼啊 其实它是后建的啊 咱们接下来走进去来继续详解 我们现在进来第三道门啊 我们可以看到啊 上面有一个洞 其实这个道洞呢 是经过修复的啊 原来的道洞呢 大概有一米多长 然后如果不行 修这个门楼的话 包括这个石条啊 也是后修的 不修的话 这边容易塌方 然后呢 这个道洞是怎么来的呢 据考古专家发现啊 在2000年秋天的时候 这个道洞应该是这么大的 因为在当时呢 发现了手电筒击骨头 据推测呢 应该是现代人到的 我们看一下啊 在第三道门的门洞里面呢 各有两扇门啊 这边还有门轴 看到没有 说明一个问题啊 这当初这个门 是个活扇门 是可以开的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是第三道门后面啊 这下面是木质 一盒木质 然后上面呢 这边是一个门卷 这什么意思呢 类似于陕西的窑洞 但是呢 这个有一个非常厉害的特点啊 就是它非常的坚固 历经千多年 依然是完好无损 为什么呢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块这个石条是宽的 但是它在对立面呢 肯定是一个窄的 也就是它的里面 这样就形成一种损某结构 使它环环相扣 非常的坚固 我们接下来再说一下 这个木质名啊 这叫木质名啊 然后这个质盖和这个质石呢 构成一盒木质 这个有什么特点呢 这个特点呢 就是它这个木质上面啊 分别有三个人的字 三个人的字体吧 从这个山河这个地方 这是一种字体 我们可以看出来啊 然后山河往左呢 这几行字呢 又是一个人的字体 而这边呢 则是另外一个人的字体 然后还有一点很重要啊 它这个顶盖上面啊 没有字啊 类似于那个 武则天的无字碑 还有那个魏征也有一块无字碑啊 为什么没有刻字呢 有专家推测啊 是因为它非正常死亡 因为在木道 曾经发现了埋着的这个 工匠的工具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当时是匆匆下葬啊 这个也许这个李茂征 这个牧师啊 还没有完工 就把它下葬了 我们刚才是从那个地方过来的 这是前涌道 在我的身后呢 这个就是后涌道啊 这个跟咱们看到 以前的唐墓不太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啊 咱们看到这个 前涌道与后涌道之间呢 是一个前史 这个墓呢 是介于唐代跟五代之间的 所以不太一样 咱们这个就不说了 咱们直接到它的后史 也就是它的墓史去看看 这个是它的墓史啊 这是一个巨大的广果啊 类似于那个五殿顶式的 后面是李茂征的真人像啊 我们接下来说李茂征这个塑像啊 据说啊 这个是他40岁的时候 找工匠来雕的是真人像啊 然后它背后呢 是一个玄武 这里恰好挡着了 北玄武啊 这个墓是坐北朝南 那边还有朱趣啊 然后是东青龙 西白虎啊 这个是用青石雕的这个塑像 为什么用青石雕呢 显得更庄重 严肃